我们为什么需要用到思维导图呢? 大家的目的有很多种 有的做工作计划 有的做读书笔记 提高学习速度和效率 更快地学习新知识 与复习整合旧知识 当你饶有兴致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去找到各种工具 来一场头脑风暴 你遇到的是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上周和大家遇到了同样的烦恼 直到我用上的MyMap 这个开源项目 该项目使用Docker环境搭建 过程非常的简单 也无需获得特殊的高级权限 所以你是群辉也好 还是内地品牌集空间 或者是绿联 都可以部署安装使用 这里还是以群辉NAS为例 其他品牌可以参考 好的 我们打开群辉最新的容器管理器 Container Manager 在注册表中搜索MainMap 在众多结果中找到这个开头为水车的开源项目 双击开始拉取镜像 取得镜像后 开始配置容器 名称这里大家随意就好 我把它简化一下 好 本地端口设置这里 大家用一个没有冲突的就好 不过看来我的8081不行有冲突 随便改个8083好了 好 其他的都不需要设置容器 这时候就已经完成安装了 可以说是有手就会 极度的简单有没有 好 在浏览器中输入你NAS的IP地址 加上端口号就可以开始整理你的思绪了 整体UI极简 不花哨 很直观 上面一栏为功能区域 右边为设置区 下方还有一些可以更改尺寸的设置 比如放大缩小 当然也支持鼠标的操作 在右边的设置区有多种样式可供选择 包括节点和基础样式 在主题中也有很多配色可以直接使用 进入到结构样式里面 也类似了多种样式的结构导图 在不同的结构中 你可以选择适合的流程和老图 方便快速上手 同时为了方便操作 在图画中右键鼠标 可以展开更多的选项 具体怎么玩 大家可以自行上手 好好研究一下 最后的文件导出 也提供了主流的几种文件格式 可以满足大多数使用环境 得益于免费开源项目的支持 我们可以在多颗容器中搭建这么优秀的应用 非常感谢作者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